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些 另外就移动设备我们的特点 由于我们移动界面的这些特殊性 我们就不要去满足于我们的这种标准化的界面 我们老说OK 我们标准化的界面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是不满足的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做应用程序 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 就像做游戏一样来做我们的手机程序 就拿这个简单的墨迹天气来说 那这个效果 我们标准化界面似乎有没有 对不对 还有这个界面 我们用哪个空间来做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该去画 我们怎么样去画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一些概念 所以当你把我们的机制了解清楚 怎么去画之后 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就是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进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让自己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界面 我们要开始学界面了 如果按照惯例 我们学界面的时候 一般都会这样子来学 layout 顺便打开 按照惯例 我们学界面就开始 从这给大家讲了 这个textview 我们要怎么样子 这个textview 怎么去设它的属性 这里头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去设它的属性 这么多 这儿有几十个 这儿有十几个 然后这所有的我们怎么来设 这儿怎么来设 这儿怎么来用 我每一个都这样子来给大家讲 讲完了以后 大家说 好像会用了 我跟着你也可以敲一遍了 但俩月不用我就忘完了 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 而且这些分法的 分凡的这些空间 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八 八个组 八个组每个组 我们就按十几个来算的话 差不多一百 差不多一百个 我把这一百个空间 都跟大家讲完了 我估计也到明年开车了 所以 我不打算这样子来跟大家讲 那我怎么来考虑呢 我们来考虑 怎么样来分析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空间的生成 标准空间 说白了 从某种意义上 它是不是也是自定义空间 只不过它是由我们的 Google自定义的 所以我们就要清楚 怎么样去写一个空间 怎么样去写一个UI组件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那么还有UI组件的 它的一些共性在哪里 把这些共性脱离出来 以后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学习 OK 那么下面我问一下 什么是UI 什么是UI组件 你告诉我们 UI就是跟用户交互的一个界面 UI组件就是它界面里面的一些东西 OK UI就是用户 用户接口 它的从官网这种定义 就是用户接口 那么所以我们大千世界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现在随便张眼望去 现在就在外头 你对着窗子外面望外看 大家现在站起来 对着窗子外面望外看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UI 这个UI是什么 是我们大千世界的UI 那么你在这个UI里面 看到的一栋房子 一坐 一辆车子 一个人 这都是UI组件 而组件 这些UI组件都是什么 都是对象 而对象又是什么 对象就是类 所以我们说了 大千世界是由类构成的 OK 大家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Android的UI 也是由类做成的 那么 所以我们要研究的 就是类 那么研究 类怎么研究呢 我们当然从基类开始研究了 这个概念很容易去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牢牢抓住命脉 就是Android中 所有的大千世界的UI的类 都是继承于Viu这个基类 那我们就抓住Viu这样一个类来研究 那么既然要研究清楚这个类 我们就说 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有没有必要去通读一下 Viu这个Famework里面 Viu这个类的原代码 当然有必要了 对不对 事实上我也去看过了 但先别急 这个我在后面会带着大家去通读 现在如果有时间 大家自己 等讲完今天的课程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通读一下 看看你读出来的东西 跟我读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不一样 那么我们怎么样基于这个Viu 我们去实现我们的UI组件呢 我们先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 我们UI 我们要去写出一个UI 是不是应该具备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 想象一下 第一 你在外面看到了一辆车子 这个车子 它为什么是长成那个形状 它为什么不长得跟凤姐一样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车子 就长得跟甲壳虫差不多 我们一看到飞机 长得跟蜻蜓差不多 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的脑海中 看到飞机就想到一个甲壳虫 看到车子我们想到一个蜻蜓呢 这个就跟我们什么 UI的呈现有关 UI的呈现 那么除了UI的呈现之外呢 我们在车子如果被车撞了一下 我们都会 哎呦 这车被砸了一下 它玻璃会破碎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UI的事件 这两个主体 构成了我们的UI company company 好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只需要去研究清楚 UI的呈现 这个UI是怎么显示出来的 怎么 当然前台我们也说过 它是画出来的 它UI是怎么画出来的 UI的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清楚了如何去写一个UI 那么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扩展 做一个什么样扩展 UI的呈现过程中 是不是还涉及到它的一个布局 除了呈现 呈现包含两部分 第一是呈现它自己 这个车它自己呈好 呈现好它自己 第二 这个车它画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哪个位置 这是不是就叫布局 所以这两块是我们要掌握的内容 这个统一到一起 就反正就是我们UI呈现的内容 还有就是UI的事件 UI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UI就是由这两块构成 就由这两块构成 这两块哪个是静态 哪个是动态 我们前头很喜欢这样子来用 大家自己去分析一下 或者哪个 可能静态里头还有动态的东西 动态里面还有静态的东西 所以Sandy自己来总结了一下 我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就是我们学习UI组件 一定要记住二加一法则 什么叫二加一法则呢 第一个是 我们的UI的confident 是如何呈现出来的 然后再加一个一就是什么呢 我们UI的confident放在哪里 特别是 我们最后要定义一些 复合界面的这些UI 复合界面 它是一个UI 可能有多个UI所构成 那么就涉及到 它子UI如何去布局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一是什么呢 Android的界面事件的一个机制 那么如果要搞清楚 搞清楚这些 我们首先要这样子来了解 在我们UI的confident的呈现 进行自我呈现的时候 在进行自我呈现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XML 我们前头好像给大家也做过演示 就是inflator还记不记得 压力泵 把我们XML给压 通过XML配置方式来进行压 实际上这个过程中 它也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我们的Android的架构 会把它转成我们的一个view 对不对 这是一种实现 另外就是我们动态的编码 来进行呈现 那么动态编码呈现 就包括了我们要动态布局 还要动态的画我们的空间 这些内容 那么呈现的核心 就是要牢牢把握 就它自己来画自己 就要牢牢把握到我们 Cavis的Android 这样的一个重载函数 那么要搞清楚 这个加一 就是我们的布局 要放在哪里 我们就要牢牢的去搞清楚 我们的这个viewtree 这个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空间数的这样一个层次关系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的空间数的层次关系 那么viewgoop和view 那么我们说了 我们所有空间的积累都是view 那么viewgoop也是继承于view的 也是继承于view的 这个不是他们的类的继承关系 这是一个界面的布局 布局结构 那么viewgoop是一个特殊的view 我一看到组 我们就知道 这肯定是一个容器空间 是一个容器空间 所以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呢 最上面放一个容器空间 容器空间下面放一些非容器的空间 当然下面也可以包含容器空间 下面再包含次空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视图的层级关系 也就是我们的视线数 就是那个视图数 空间数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里 我先跟大家来做一些演示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比赛的层级关系 OK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第一次启动量慢 正在安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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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UI 这个UI 肯定不是我们的一些标准 不是我们的一些标准UI啊 事实上我让它在不断的还有一个动画效果 这个就是UI的一个呈现过程 就它显示出来 我不但显示了 我还有一个它自己闪烁的这样一个动画的效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UI呈现 那么除了UI呈现 我们说了UI还需要有一个事件响应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它实现了一个这个五项按钮的这个事件响应 来控制它 按着不放 这个就跟我们游戏差不多 来 贪吃蛇 OK 就这样的一些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实现是什么呢 去点击它的这个效果 就点击甚至拖动它的这个效果 这个我没有来给它做一个实现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 我们搞清楚了这样一个小麻雀 就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搞清楚了这样一个小例子 我们就大概的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印象 那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个例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官网 官网我们已经进入到用户接口这一块了 其实这块内容非常全面 非常全面 大家可以结合这块内容来看一下 结合这块内容来看 那么在这块内容的时候 我们看 实际上它更多的是讲解了我们空间的一些使用 和事件的具体的一些使用 但从我广义来说 从我刚开始接触到一个系统 我想了解的是更深入的 就你这些标准空间 你都怎么画起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图形这一块 我们干脆来看这一块 在图像这一块有 有三个内容 一个是我们Canvas和Draw Label 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我们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是画布嘛 而且它上面也会去做一些解释 那么这个是硬件加速 硬件加速跟我们OpenGL有关 那么而且是从Android 3.0开始的 这个跟我们现在内容没什么关系 这是OpenGL OpenGL ES 那么这个内容是我们知道是3D的 那现在我们的空间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都是2D的 对吧 我们所看到的 当然能不能实现3D空间呢 当然也可以 在下一个阶段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3D的空间 给自定义空间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现在我们都是2D的 包括我们这里系统所提供的所有的这些空间 是不是全部都是2D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D的Keras 这一块内容 那么 在Keras这一块的话 他就给我们说了 如果你要来画画的话 说白了我们就是要画画 我们空间也是在画画嘛 我们空间也画画 你就把这个屏幕当作一个大大的画布 那么在这个画布上边 我们要通过Keras 把相关的内容给他画上去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画呢 他说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种方式来画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是在一个view上面来画 第一种方式在一个view上面来画 第二种方式在一个subview上面画 subview其实也是view的一个子类了 那么在view上面来画的话 就是我们的component的这种画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标准空间 是不是都在这个view上面来画的 对 因为都是继承于他 那么subview的话 他是为了 为什么呢 他实际上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是view的一个子件 一个子类 那么这个类是用来干嘛呢 是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平滑的 你看suffis 我们都知道这种光滑的这种界面 是为了让我们的ui的呈现 能够更加的平滑 更加的柔顺 更加的自然 更加的高效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用在哪里啊 当然就用在游戏里面啊 因为游戏的那个 界面的刷新速度啊 各方面都要求更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不管他 我们先看一下在view里面怎么来画 在view里面画的方式就 也比较简单啊 他就说 我们在view里面有一个on draw 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你要画的话 你就很简单了 你就继承view这个类 继承view这个类 然后去实现on draw 这个回电回调函数 那么里面有一个画布这个对象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画了 具体怎么画呢 这画布里面有一些方法 我们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什么做bitmap啊 做color啊 做rector啊等等啊 就这样的一些方法 大家跟着这个思路 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是不是这样实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一张 大大的画布上去画的 当然我们是画的小东西 不像我们的邓小平 是在中华大地这样画布上 画了一个深圳啊 就画出一个改革开放 所以我们先来画这些小东西玩一下吧 找到我们的刚才那个类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类 你看我的实现方式 先从view去继承 把继承view这样的那个类 实现我的这个view 在这个view里面 它会有一个on draw 这样的一个回调函数 我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设置了一个笔刷 设置了一个笔刷 那么 并且给它设置颜色 这个不用管啊 这个是 让它切换不同颜色 设置了一个颜色 最后 我用canvas做rect 就是rectangle 这样的就画一个矩形嘛 画矩形 那么它里头有几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了第一个参数是left 就表示左边 左边的点的位置 左边点的位置 那么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我们的上边 右边 右边 下边点的位置 实际上是从左边开始 来进行一个顺时针的旋转 这个跟我们atml很像啊 我们atml的那个 也是这样子来定义的 然后最后再传入 我们的这个笔刷这个对象 再传入笔刷这个对象 那我们这张画布就画出来了 就画出来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在画它的时候 这样子画出来的图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死的 嗯 但为什么我一闪一闪的呢 为什么我会一闪一闪的 这个其实也牵扯到我们后面 要说到一些动画的实现 它的一个机制在哪里 这里我不做详细介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这是构造函数对不对 那么在构造函数的时候 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些焦点 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在通过这种方式 在这定义了一个几个数 对